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31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Renfer 中共与西方关系迅速恶化 为了突破技术封锁 最近北京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近期向各省教育厅下达文件 招募并资助高中毕业生 赴俄罗斯留学 学习重点包括精密科学 航空航天 机械制造 核能等理工类专业 据说这些公派留学生 学成归国将获得政府分配 有评论人士指 这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 中苏关系的节奏 由中共教育部直属的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1月16日向各省直辖市教育厅发出 关于启动2023年 优秀高中毕业生赴俄罗斯留学支持计划的 临选通知证 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 鼓励更多中学生选学俄语 为中俄合作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拟从各省开设俄语的普通高级中学 选拔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 通过俄罗斯政府奖学金渠道派往俄罗斯留学 该通知给予本科生的留学期限为60到72个月 留学人员将享受俄方提供的政府奖学金 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为留学人员提供 互换奖学金出国留学人员补贴 及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据洛阳师范学院官网 该校选派赴俄罗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限为24到60个月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为12到36个月 重点资助学科专业领域包括 精密科学、航空航天、机械制造、新材料、石油工程、医学、物理、化学、核能、传播等理工类专业 以及法律、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社会学、新闻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河北大学校友马先生本周二对美国媒体说 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去俄罗斯 表明中共在受到美国及西方科技封锁的情况下继续依赖于俄罗斯 官方要求赴俄罗斯的学生具有中共国籍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并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同时也会派遣普通高级中学正式注册的应届毕业生去俄罗斯留学 不过 洛阳师范学院的招聘通知中增加了白俄罗斯 北京清华大学学者吴强对媒体说 这次向俄白公派留学生计划主要拼重工程 特别是航空航天、机械类 作为中共和俄白教育交流的重要方面 这有双重目的 一方面中共和俄白之间教育交流的一种形式 其次是不断维持中共在航空航天等领域与俄乌白的合作 吴强说 这次公派留学是为维系与他们的战略合作 这与上世纪70年代 中共开始向欧美等西方国家公派留学生有明显区别 他说 中共在与欧美国家的这些交流逐渐脱钩的情况下 连师范学院也要派出留学生 说明未来在多个领域更加依赖俄罗斯 不过 另有时评人士指出 这是中共对外关系错乱的一种表现 中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对立的 上世纪50年代一度曾非常接近 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一地鸡毛 据报道 世界货币经济组织IMF一年来 首次认为全球经济出现转折点 并且提升了对经济增长情景的展望 IMF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表示 我们已经远离任何全球衰退的标志 IMF1月31日星期二在新加坡 对其世界经济展望做季度更新时表示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增长2.9% 比去年10月份的预测提升0.2个百分点 虽然这个增长率低于2022年的3.4% IMF认为经济增长今年将触底反弹 并将在2024年将增长率提升到3.1%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IMF还指出 各国央行的升息行动 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将导致通胀长期持续 并继续压抑经济活动 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 IMF对世界经济展望的微幅上调 虽然并不值得人们热烈庆祝 但是与IMF高层官员 去年一再警告全面经济衰退的预测相比 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语期变化 IMF认为今年世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将趋换 约为6.6% 比去年十月的预测更新上升0.1% 2022年的通胀高达8.8% IMF认为通胀在2024年将进一步下行 达到4.3% 今年约有84%的国家 通胀低于去年 这一次展望并没有恶化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 IMF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表示 IMF去年延续三次下调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 但这还不够 仍有一些挑战 阻碍我们取得广泛而持久的可持续性复苏 古林查斯谈及的下行风险 包括中国经济复苏迟缓 乌克兰战争升级 以及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IMF认为 通胀有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加顽固 金融市场可能变得更加动荡 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则可能引发更多的国际竞争局势 从而影响和破坏国家间的合作 彭博社引述古林查斯的话说 这次更新的展望中 风险因素与去年10月时相比 已经变得更为平衡 其中一个有正面意义的风险 是由于劳工市场需求旺盛 和政府防疫财政支持导致的强劲消费 特别是在服务业中 相反 通胀也有可能因为服务业中消费出现变化 而比预期更快下调 从给央行的紧缩政策制造较少的压力 我们在与通胀的斗争中还远没有取胜 古林查斯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我们有一些亮点 这令人鼓舞 而且方向正确 我们已经远离任何群球衰退的标志 古林查斯又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财政部长耶伦 即将先后访问中国 被中方视为解冻性质的中美关系小阳春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 却又被中方视为缴合这段小阳春的一大变数 中共媒体新明周刊31日以中美小阳春 会被麦卡锡窜台缴合了吗 为题发表文章提到 布林肯及叶伦近期将相继访中 有评论对此认为 中美之间将走出一部2023小阳春 未来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 确实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但文章直至同时也要看到美方有不少小动作 在布林肯·耶伦访中的预期下 却传出麦卡锡将在4月前往台湾 这篇文章声称 麦卡锡访问台湾的动机有三 一是前议长佩洛西去了台湾 他也得去 二是想看看他去了台湾以后 中方会如何反制 三是借此转移自己在国内的矛盾 文章还扬言 麦卡锡若觉得中共解放军对佩洛西访台的反应不过瘾 那中方不会令他失望的 就好好等着瞧吧 这篇文章说 麦卡锡访台除了搅合中美关系以外 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而对中共再玩那种 白宫管不了众议院之类的把戏 是玩不下去的 有评论人士指出 这其实是在为习近平访俄找借口 中共也想借着俄罗斯向美国要价 但现在这个时机肯定要玩砸 最近北约秘书长访问日韩并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官李中谢在首尔进行会谈 双方承诺要扩大联合军演规模 并加强核威慑计划 军事包围中共意味十足 接着奥斯汀又要造访菲律宾 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分别报道 奥斯汀此行将促签菲律宾向美军开放多达四个军事基地的协议 包括在非国最北端临近台湾的旅宋岛设置美军基地 这是华府扩大其在该地区战略足迹 以应对中共威胁的最新举措 等于给中共对外扩张的大门盯上了一颗新的钉子 非国多个消息来源透露 正在南韩访问的奥斯汀将于2月2日抵达马尼拉 先后拜会 非国国防部长贾维兹和总统马可世 宣布美军基地协议 非国官员表示 其中两个基地可能位于 菲律宾北部的旅宋岛和西南部的巴拉旺省 双方仍在磋商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两个基地的位置 以及将涉及多少美军 分析家表示 与宋岛的基地 有利于美军在台湾发生冲突 或南海有事实迅速做出回应 这项协议是美国更广泛部署的一部分 目的是在整个亚太地区部署 众多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 巩固旧联盟 组建新联盟 以对抗中共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 如冲突爆发 在菲律宾各地沿流部署较小规模部队 可在更大范围内 为美军提供更多后勤支持 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年初曾公布台海系列兵推结果 其东南亚部门主任波林指出 美非协议的重要性 协议之所以重要 不仅限于台湾或南海勇士 而是非国体认到 强化与美军事同盟之际 非国也有应付的战略责任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道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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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